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港湾 孙兰湘是在她奶奶的葬礼上捡到我的 那一年,她二十七岁,我七岁 那时葬礼刚结束,到处都乱糟糟的 我孤零零地站在一边,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有个女人走过来,挡着我的面,咔哒一声,把大门锁上了 她还把钥匙揣进了自己的口袋 眼睁睁地看着和老奶奶一起住的房子被锁上了 我很发愁,今晚睡哪儿呢 就在这时,孙兰湘问 妈,这孩子是谁家的,怎么站在这儿发呆 她妈厌烦地瞟我一眼,谁家的也不是,别管她 她笑着去拉女儿的胳膊 兰湘,你好不容易回家来,走,妈给你做点好吃的 来帮忙的吴大娘拍了下大腿,开了口 兰湘,说起这孩子,话就长喽 这是你哥哥抱回来的,来的时候才两三岁 倒是个白白净净的漂亮娃娃呢 她也没说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她生的 一抱回来,她就跑了,送人也没人要 可怜你奶奶就养到现在 孩子跟她倒是很亲的 这下子你奶奶走了,这孩子只能去吃百家饭了 以后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孙兰湘转过头,盯着我看 她很年轻,眼睛亮亮的,鼻子上撒着几点雀斑 她说,这孩子,我带走了 接着便朝我伸出手 我晕乎乎地,把手放进她的掌心 她的手和老奶奶的不一样 软软的,暖暖的 孙兰湘拉着我就走 她妈在后面追 兰湘,你这傻姑娘 哪有上赶着剪脱油瓶的 听妈的话,把手松开 别多管闲事 妈给你做好吃的 待会儿还有人来相看你呢 她边说着,边用劲地拽我胳膊 孙兰湘拍开她的手 将我拉到背后 她说,我叫你一声妈 是看在你生养了我的份上 17岁时爹逼着我嫁人 我不肯,他拿马鞭打得我半死 那时你在做什么 现在爹死了,哥走了 我27岁了,你还想安排我嫁人 别痴心妄想了 说完这些话,他抱起我就走 到了车站,坐上车 汽车摇摇摆摆地开动了 汽车中途停靠时 窗户外有人挽着竹篮叫卖 茶叶蛋,五香豆干,喷喷香 我咽了下口水 孙兰湘一路上紧绷着脸 这时却笑了 温声道,饿了是吧 她向大娘招手 买了两个茶叶蛋,包给我吃 我饿极了,大口地咽,差点噎住 她拍着我后背,叹道 急什么,都是你的,没人跟你抢 后来,我们又上了车 随着汽车颠簸 我的眼皮越来越沉 最后在她怀里睡着了 这是老奶奶去世后 我头一次睡着 孙兰湘带我来到了香樟树街 她在这里租了个小门面 开了一家小馆子 馆子里里外外,就她一个人 每次放下锅铲就得去擦桌子 忙得团团转 孙兰湘在门前放一只小板凳 叮嘱我 就在门口玩,别乱跑 跑远了被老拐子捉了 我可不找你 我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 天渐渐地黑了 天一黑,我心里觉得很难过 孙兰湘对我不坏 可我还是想念老奶奶 想回到原来那个家 跟老奶奶在一起 那时我还太小 不明白死亡的含义 我只知道 老奶奶对我很好 逢急的日子 她牵着我的手 扛着半袋花生去集上卖 卖了钱就买糖三角给我吃 夏天的晚上 她用蒲扇一下一下地给我扇风 给我讲小猫小狗的故事 我真想念她 想得眼泪流出来了 隔壁阿姨说 哟,兰湘 你是不舍得给她吃 还是不舍得给她穿 她在这儿抹眼泪呢 我真不懂你 向来只有捡钱的 哪里有捡孩子的 你辛辛苦苦地养她 她倒是蛮委屈的哦 孙兰湘正在水龙头前洗菜 文言问,你又哭什么 饭马上就好了 一会儿都等不得 她用胳膊抹一下额头上的汗 很疲惫,也很无奈 房东吴奶奶来了 她弯腰对着我笑 多水龄的小姑娘 兰湘,你有福气哦 孙兰湘请她进屋坐 倒了茶,小声地说 吴阿姨,对不起 这个月的房租 我,您宽限几天 我不会拖欠太久的 吴奶奶摆摆手 兰湘,我就是怕你 为这事操心才来的 多了个小丫头 吃穿用度哪一项不是钱 手头上难免紧张 房租不急,有了再给 你也保重身体 赚钱的日子长着呢 每天早点关门休息 孙兰湘哭了 用手背抹着眼泪 她说,谢谢您,吴阿姨 看见她哭 我忽然觉得 她也没有比我大很多 也还像是个孩子 吴奶奶临走时 从怀里掏了袋 吃得出来 她朝我眨眨眼 拿到后头吃 别说是奶奶给的 渐渐的,我习惯了和孙兰湘一起生活 她带我去镇上的小学报名 给我取了大名 叫孙文琪 每天一放学 我就赶快跑回家 她不让我端碗 说太烫了别给摔了 于是我拿起抹布去擦桌子 我擦得很起劲 孙兰湘看着我直笑 傻孩子 不晓得出去玩吗 晚上 她用一件就衣服 给我缝了小围裙 孙兰湘有洁癖 每天连围裙 都是清爽的 我也学着她的样子 隔三差五地 把小围裙洗了亮起来 这年春节 下着茫茫大雪 我俩围着炉子烤火 吴奶奶冒雪而来 她提了两大袋东西 笑道 都是别人送的 我一个老太太能吃多少 你们别嫌弃 帮忙消耗消耗 她从前是小学老师 刚坐下 便问我期末成绩 我拿出考了满分的卷子 她笑得眼睛眯起来 真好 真好 她问我 你妈去后头做啥 你喊一声 叫她别弄点心 我吃了饭来的 我张了张嘴 却卡住了 这些年 我一直是走到她身边 才对她讲话 猛然隔着一段距离 竟不知该如何称呼 正要站起来 吴奶奶按住了我 闻起 到现在还不喊吗 我害羞地低下头 吴奶奶说 试试看 不难 总得有这么一天 我张张嘴 蚊子般喊了声妈 吴奶奶握住我的手 再来一次 大点声 我闭上眼 深吸一口气 脚一跺 大喊道 妈 吴奶奶叫你别煮点心了 后头安安静静 没人回答 我跑过去 孙兰湘正对着地上 一只摔碎的碗发呆 我眼睛发酸 抢先一步蹲下身子 妈 你去陪吴奶奶讲话 这里我来收拾 香张树街 街如其名 整整齐齐地 种着两台香张树 我家门前的那棵最漂亮 每年春天 长出柔嫩透明的新叶 一年比一年繁茂 偶尔有几片叶子被风吹落 很香 可以夹在书里当书签 我很喜欢那棵树 把它当朋友 树干上有个小小的疤 正像一只耳朵的形状 听去我许多秘密 有天 街对面开了一家新的菜馆 他们一口气租了两间门面 两间打通了 很宽敞 门头上高高地挂起鲜红色的招牌 特别显眼 过路的车辆纷纷地停在对面 整整一周我们都没什么生意 我妈插着腰 仰着头 看我们家的招牌 就招牌又矮又褪色 还被长高的香张树挡了一半 但挂新招牌的要钱 她的眉头皱得很深 天麻麻亮 我妈从炉子上提起一壶滚烫的热水 往树根上浇 我哭着说 妈妈 这样树会死的 她不耐烦地说 走开 烫到你是好玩的 偷偷地浇了半个月的热水 香张树依旧挺立 绿叶稀疏作响 像在叹息 后来 我妈找卖电瓶的叔叔 要了一碗硫酸 终于如愿以偿 香张树的叶子一叶掉光 枝头空空荡荡 隔壁阿姨笑道 蓝香 还是你聪明 这下子老远就能看到 蓝香家常菜的招牌 我妈没理她 一眨不眨地盯着过路的车辆 农用拖拉机秃秃秃地开过来 在路口停住了 我妈冲上去懒客 推荐我们家价廉物美的 阳春面盖焦饭 这条街上都是些小店 卖卤菜的 卖肥料的 卖杂货的 从我妈身上 小生意人们得到了灵感 香张树一棵接一棵 都死掉了 后来 这条街变得尘土飞扬 我也渐渐地明白 对我妈来说 什么都没有生计重要 除掉香张树 过路人更容易看见 我们的招牌 有人来吃饭 我们的衣食才能有着落 我上初中时 做文课上 老师让我们写家人 我抓着圆珠笔 不知道如何下手 唯一的家人就是我妈 可是要怎么描写她呢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有次她薅超是免费的袋子 怕人看见 慌慌张张的 把口袋五十块的大钞弄丢了 五十块足够光明正大的买上许多袋子 她这个人精明的时候可精明 糊涂的时候也可糊涂了 但谁会往作文里写这个 或许用个视力体现妈妈的关爱 隔壁阿姨有次指着门口游荡的傻子 对我说 你去给她做老婆 和她配一对 正好 她被这个想法逗得哈哈大笑 我妈本来在和面 听到这话 便放下面团走过去 她扎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手 把阿姨全家问候了个遍 阿姨的丈夫五大三粗 举着拳头就要打人 我妈却依旧硬气 打 你打呀 只要打不死我 老娘还得骂 平常我都忍了 今天糟蹋起我女儿了 看我不撕烂你的臭嘴 她气汹汹地攥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手 一步都不往后退 我们家阿花护住小猫 对野狗呲牙哈气时 也是这样的 也许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吴奶奶过来解了围 没真动起手来 她听说了事情的起因 冷着脸朝他们 催了一口 合同一到期 吴奶奶就把那家人撵走了 隔壁来了一个漂亮大姐姐 开了家母应用品店 我们和新来的大姐姐相处得很好 这件事爽倒是够爽 可是水网作文里写这个 疯了吧 最后 我硬着头皮编了个故事 深夜发烧 妈妈冒着大雨背我上医院 实际上 我妈只会说 自己烧点热水喝 没事 然后倒头继续睡 那时 为了多挣钱 她开始煎卖早饭 凌晨四点就得起来蒸包子 睡眠严重不足 十六岁 我考上了市区的重点高中 我妈叹气 又得张罗学费 我笑道 全市第三 培养费全免 还有奖学金呢 上高中以前 我从没去过市区 我妈去城里进货时 我就在家看门口 有顾客来 我也会做阳春面 或是盖焦饭 只要开着门 就有机会赚钱 我们资诸必较 绝不能忍受大白天 关着门 错过生意 但这次 我妈执意地在大白天 把门锁上了 她说 到城里头上学 要穿好点 会通市场 尽是服装店 带你过去自己挑 市场里果然琳琅满目 都是衣服 款式既多 价钱也不算贵 我妈给我买了两身衣服 两双鞋 在我的苦劝下 她才给自己买了件 春秋天的牛仔外套 她有点羞涩地照镜子 左边看看 右边看看 自嘲到 再好的衣服给我一穿 也是一身的油烟味 店主是个面容销售的阿姨 她笑道 妹子 你家这个小闺女 还就贴心呢 不像我们家那个 一天到晚 就知道说 妈 再给我买双名牌鞋子 你家这个小闺女真好 一点也不攀比 高中校园红墙绿树 飘着桂花香 是念书的好地方 因为路远 我去宿舍报到时 已经快中午 宿管阿姨说 七班宿舍只剩一个床位了 身后一个女生叫道 我 我是七班的 宿管阿姨指着我说 孙同学先来的 你等一下 还有监控宿舍 就是空调坏了 没办法 你将就两天 那女生抱怨道 妈 都怪你磨蹭 我不管 没有空调 我就不住校 她妈瞟了我一眼 凑过去 向宿管阿姨低声地 说了几句 接着 她放声笑道 要不 我让老周 给校长打个电话 宿管阿姨白手道 不用不用 为这么点事情 麻烦校长干什么 她向我商量 孙同学 刘惠惠 同学身体不好 你看是不是把床位让给她 你俩是同班同学呢 我还没说话 宿管阿姨已经开始给刘惠惠登记 我本想理论 但独自一人拖着许多行李 转了几趟车 已经累得头晕 想想家里也没空调 早已经习惯 便没再计较 刘惠惠登记完 又看了我一眼 在她妈耳边悄悄地说了句什么 她妈盯着我 脸上的笑容顿时 消失得干干净净 走了好远 她还在回头看我 表情阴沉沉的 我进了空宿舍 这间宿舍在拐角 比一般宿舍还大些 我打湿毛巾擦了脸 然后挽起袖子 简单地打扫了一下 运气蛮好 在墙角一堆杂物里 还捡到毕业生丢下的一本 八金作品集呢 刘惠惠后来一直针对我 她的恶意来得莫名其妙 开学没两天 她伸着胳膊 笑道 看我的新手表 我周叔买的 这只要好几万呢 跟班们嘖嘖惊叹 李静凤诚道 人跟人真不一样 有人戴几万的表 有人穿几十的衣服鞋子 啊 几十的东西能穿吗 不臭吗 刘惠惠鞋瞟着我笑 现在谁还穿杂牌鞋子 一看就是个乡下人 他们纷纷看我 眼神轻蔑 李静的妈妈 在批发市场有个档口 开学前 我们就是在她家买的衣服 我继续算术学题 只当耳边是犬肺 同桌胡情为我打抱不平 刘惠惠整天瞎显摆 跟她妈一个德行 她故意提高声音 整天周叔周叔的胡甲虎威 连后霸都不算 炫耀个什么劲儿 刘惠惠在班里一向很嚣张 但不知什么原因 就是不敢招惹胡情 胡情朝我眨眨眼 别怕 我罩着你 月考后 刘惠惠成了我的新同桌 胡情很生气 因为我跟你做同桌以后 成绩进步 她妈就去找了班主任 真讨厌 真讨厌啊 她边说边狠狠地 瞪着刘惠惠 我拍她肩膀安抚道 别这么说 你考得好是因为自己努力啊 班主任特地把我喊到办公室 说了一大篇话 孙文琪 一个人不仅要会学习 更要品德好 乐于助人 刘惠惠就交给你了 希望下次考试 能看到她的进步 我敷衍地呛了几声 没往心里去 高中是单人捉移 平常两人一组 并在一起 月考时就稍稍地拉开些距离 这距离防不了作弊 都看个人自觉 考试时 刘惠惠伸着脖子抄我卷子 抄吧抄吧 反正高考又不能抄 我本以为她只是抄来应付她妈 没想到她厚脸皮的到处炫耀排名 她还说 你不要以为你考第一有什么了不起 照现在这个涨分速度 我很快地就能超过你 她骗别人也就罢了 连自己也骗了 开家长会 我偶然听见她妈嘱咐刘惠惠 你成绩好了 周叔也会高兴的 她的亲生孩子反正是找不到 你要是有出息 她的钱以后还不都是你的 课间 刘惠惠又坐腰了 她拿笔头戳钱牌的汪小龙 喂 给我打杯水 汪小龙乖乖地照办 水打了回来 刘惠惠打开 才喝一口 便间叫道 要死了 你给我杯子里装了什么脏东西 她朝着汪小龙 呸呸地吐口水 拿杯子砸它 我不要了 你赔钱 五百块 汪小龙被泼了一身的水 聂如道 我没钱 我两天没吃饭了 她家境很差 成绩又不好 常被刘惠惠使唤 我看不下去 便说 喝不下去就别喝 整天让别人打水 给钱了吗 刘惠惠瞪着我 不知道怎样反驳 竟然把我的笔记本扯去撕了 这是我整理了好几天的 我气得打了她一巴掌 办公室里 刘惠惠呜呜直哭 班主任板起面孔训斥我 我说是刘惠惠先欺负人 撕烂我的笔记本 她不耐烦地打断 你别在这里狡辩 我知道你可能因为没有爸爸 心里有点扭曲 你是不是极度刘惠惠 极度别人有什么用 人家虽然也失去了父亲 可是周浩先生对她像亲生女儿一样宠爱呢 我索性闭嘴 一句话也不讲 目光越过她油亮的头顶 看向柜子上的礼盒 她咳了一声 把礼盒往里面推推 既然你认识不到错误 就去教室外面罚站吧 刘惠惠马上不哭了 蹦蹦跳跳地跑回了教室 这天刚巧是该放假了 每隔一个月放两天假 我妈来市区进货 顺便接我 看见我在烈日炎炎的走廊上罚站 她的普通话不太标准 讲得很慢 我的孩子犯了什么错 班主任的目光 在她拎的蛇皮口袋上 多停了几秒 她说 孙文琪打同学 我妈问 为什么打 班主任含糊道 这个嘛 我也不清楚 反正打同学 总归是不对的 我妈回头看我 日头太毒 我有些站不稳了 刘惠惠走过来 脚滴滴地说 阿姨 我不小心弄坏了文琪的笔记本 我不是故意的 她还挤出了几滴眼泪 我妈没理她 拉着我就走 也别等放学了 我现在就领回去好好地教育 一路上 她神色如常 并没教训我 到了家 我坐在门口发呆 我妈在炒菜 油烧热了 毛豆下锅 滋辣作响 吃晚饭时 我发现雪菜烧毛豆竟然烧糊了 我问 妈 你为啥不骂我 骂你干什么 我给你惹麻烦 别人欺负你 你不还手 难道任由她欺负 你做得对 你怎么知道是她欺负我 她放下碗 神色认真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养你十年 难道还不清楚吗 老师吞吞吐吐 明明是她不公道 我骂你干什么 你妈只是没文化 可不是睁眼瞎 说完这些 她急急地起身进厨房 我听到她剧烈地咳嗽 我问 妈 你是不是枪住了 她没回答 只朝我摆了摆手 表示她没事 睡觉前 我妈忽然问 假如你亲生爸爸找来了 你愿意跟她走吗 那时 我已经快睡着了 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 去她的 我要跟着你 返校后 胡晴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 她神情很认真 这话讲起来很长 原来 刘慧慧和她妈靠一个姓周的 有钱人接济 这个人是她爸爸生前的朋友 这位周叔虽然有钱 却是截然一身 多年前 她的独生女儿被拐 妻子伤心去世 周浩先生没再结婚 多年来四处奔波寻找孩子 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一是为了有财力继续寻找 二是为了等女儿回家 能给孩子提供丰厚的物质条件 她还慷慨地支持其他 寻子父母 讲到这里 胡晴开心地拍手 好人有好报 她的女儿找到了 亲生女儿一回来 她还不得靠边站吗 他们母女的幻想 也就彻底地破灭了 我感慨到 希望周先生赶快接女儿回家 妇女团圆 胡晴叹气 也没那么容易 你想 这个女孩跟我们差不多大 处在敏感的青春期 忽然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亲妈还死了 一定打击很大 再说了 她恐怕还会怨恨她 爸爸弄丢了她 这么些年尽关怀 别人女儿了 老实说 要是我 我就会很生气 晚上 宿管阿姨通知我搬宿舍 有个女生转了学 宿舍里空出了一张床 胡晴很开心 跑前跑后地帮我搬东西 第二天就出了事 刘慧慧嚷嚷着手表丢了 我还没回宿舍 她已经在砸我柜子上的锁 我冷冷地说 你没权利搜我的柜子 刘慧慧轻蔑地一笑 你最穷 最穷的人 就是最有嫌疑 她说着就去我枕头 下面翻钥匙 我把钥匙抢到手 冷冷地直视着她 刘慧慧一个手势 两个跟班默契地 关上了宿舍的门 他们打算抢抢 我摆好姿势 其实打架这种事 我也很熟的 正在要动手的关头 胡晴领着宿管阿姨来了 她开心地跑到我身边 别怕 老师来了 宿管阿姨听了经过 对我说 孙文琦 你就打开 让她看一眼呗 胡晴快急哭了 不是 老师 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叹了口气 说 好的 刚刚那一刹 莫名地想到了 我妈咳嗽的声音 夜里她咳得撕心裂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能让她再奔波到学校来 我打开柜子 把所有东西一样样地 摆在桌子上 手表并不在其中 刘慧慧脸色煞白 疯狂地去搜其他人的柜子 最终颓然地坐在床上 她足有一星期 没来上学 后来 胡晴告诉我 刘慧慧被她妈打了 耳朵都扇出血了 那快表不是她的 是她周叔买给亲生女儿的 被她偷出来卖弄 听说这次人家动了气 她妈觉得不好收场 狠揍了刘慧慧一顿 我很惊讶 她妈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回想起开学那天 她妈看起来还挺宠刘慧慧的 胡晴说 她妈就是这样的 老实跟你说 我妈是周家的管家 你看刘慧慧从来不敢欺负我 就是因为我知道她的情况 其实 她妈只把刘慧慧当一个社交工具 从前带她上门 叫她表演才艺 她要是忘了动作 或者闹别扭 她妈就直接动手 我忽然觉得 刘慧慧也挺可怜的 我和孙兰湘一起生活 虽然辛苦些 可从来用不着讨好什么人 更别提挨打了 过了几天 班主任通知我 有个接受资助的机会 她冷淡地说 想要钱就配合下 别再整腰额子 周浩先生是著名企业家 她可是很看重刘慧慧的 我下意识想得拒绝 毕竟我妈从小叫我 不要想着靠别人 但是想到她最近身体一直不好 我便接受了 我处在只能花钱 不能赚钱的年纪 给妈妈减轻点负担 总是好事 周浩来学校做演讲 气质儒雅温和 演讲很简短 结束后 学校把我们几个组织起来 在会议室里和她碰面 她一一地和我们打招呼 轮到我时 她温和地问 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我老实地回答 看书 看书是最省钱的爱好了 她含笑继续问 你喜欢看什么书呢 我说 啥都看 有啥看啥 这是实话 李大叔那一摊盗版书 都被我翻遍了 她沉吟着点头 喜欢读书 真好 秘书地上文具礼包 周浩把东西交到我手里 拍了拍我的肩膀 加油 文琪 我拿着礼包回教室 刘惠惠拦住了我 她把礼包抢过去 指着我就骂 真不要脸 你凭什么用周叔叔的钱 她最宠我了 要是知道你欺负我 才不会资助你 她会让校长把你开除 我很无语 你脑子有问题吗 谁欺负谁呀 我把礼包抢回来 刘惠惠抢不过我 跌倒了 坐在地上哭 班主任和周浩走了过来 我有些尴尬 虽然道理是在我这边 可刘惠惠 毕竟是人家固有的孩子 周浩问 文琪 你怎么样 伤着了没有 刘惠惠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我赶忙摆手道 我没事 刘惠惠说 周叔 我不喜欢她 你别资助她 周浩深深地皱起眉头 惠惠 起来 你这样虎脚蛮缠 是在丢你父亲的脸 刘惠惠没有台阶可下 有同学围过来看 嘻嘻哈哈地指点着 我蹲下劝她 我蹲下劝她 先起来吧 起来再吵 坐在地上 很丢脸的 刘惠惠愣了会儿 总算爬起来了 我松了口气 看人当众出丑 实在尴尬 周浩定定地看着我 赞许地点了点头 隔了几天 大卡车在黄昏时开进校园 正上着语文课 徐老师走出教室 探头向着楼下挥手 回来时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周浩先生真是个 有良心的企业家 这次多亏 他捐了一笔钱 指定用在图书馆建设上 几卡车的好书啊 你们别光顾着 去操场上风跑 去图书馆 多借几本好书看看 也不至于写作文老师 那些老掉牙的句子 下课领想 他才意识到 自己跑题太久 朝我们笑 我把这段古文讲完 好吧 啊 大家一口同声 很不情愿 图书馆空间有限 新书上架 旧书就在门口摆了摊 超低价处理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莫过于此 我捏着十块钱 兴冲冲地在人群中穿梭 五块钱买到一整套 《红楼梦》 三册书虽然就些 但是不影响看 放在家里 寒暑假 再也不愁没书读了 剩下的钱 到底是买八斤的寒夜 还是买萧红的忽兰河传 我陷入甜蜜的纠结 来回地走了好几趟 终于下了决心 我端着一摞书 正要走 又看见一套平凡的世界 这是徐老师推荐的书 借的人太多 很难排到 这里竟然还剩了一套 简直像是奇迹 我认真的思考 要不要拿有限的伙食费出来 买下这套书 一只大手掀我一步 把书拿起来 付了钱 我懊恼地叹气 抬头却对上周浩 笑盈盈的目光 闻其同学 这书送你了 他不但送我书 还说顺路帮我拿到教室去 路上 他对我说 我老婆也很喜欢看书的 一看起书来 跟她讲话都听不见 我家书房可大了 像个小型图书馆 她的声音饱含爱意 我对这素未谋面的阿姨产生好感 大胆地问 阿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她语气低落 从前是开书店的 开着江城最大最好的书店 她已经去世了 我才反应过来 问了不该问的 惹得别人伤心 不禁觉得很抱歉 她的声音却又明朗起来 我女儿和她妈妈一样 也很喜欢看书的 她低头我 笑得慈祥 我妻子那座私人图书馆 以后不会寂寞的 我想起胡晴讲的故事 对面前这个富有的中年人 产生了同情 这些年 她在寻找女儿的路上 走得也很艰辛吧 好在波云渐日 苦尽甘来 星期日晚上 我在客桌抽屉里 发现了一杯奶茶 有同学吹着口哨起哄 我环顾四周 发现汪小龙神色一场 坐立不安 她偷偷地看我 目光既胆怯又期待 我不动声色将地奶茶放在一边 晚自习下课时 我在路上拦住她 谢谢你的奶茶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喝甜的 下次还是不用帮我带了 汪小龙脸憋得通红 谢谢你上次帮我 我挥手道 嗨 这没什么 我就是路见不平嘛 看到哪个无辜的同学被欺负 我都会帮忙的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刘慧慧去告了状 这天 我去办公室送宇文作业 班主任喊住了我 走廊上人来人往 她板起面孔 大声道 孙文琦 你到底是来上学的 还是来谈恋爱的 这话一出 来来往往的老师同学都朝我看 我毫无防备 像是被忽然打了一棒 一时呆住了 班主任继续道 你是有多馋啊 让人家给你送奶茶 看上谁 也不该看上她呀 汪小龙家里有多穷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家连岸上的房子都没有 一家人就住在个打鱼的船上 怎么 你也想去打鱼 闭嘴 有人怒吓一声 周浩大步地走来 她一把揪住班主任的领子 脸色阴沉 朱老师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失德 班主任慌忙道 周先生 您别误会 是刘慧慧 向我反映的情况 孙文琦仗着成绩好 公然违反校规校计 我这是在教育她呀 周浩松开手 要求和刘慧慧当面对峙 刘慧慧一来 只顾着低头哭 我没这么说 老师 您误会了 班主任指天跺脚的发誓 说他没撒谎 刘慧慧抽掖着拽周浩的袖子 周叔叔 我真没有瞎说 您别生气了 我害怕 周浩深深地叹了口气 会会 我是真做错了 为了你爸爸 这些年 我给了你丰厚的物质条件 却惯得你骄纵任性 势强凌弱 毫无品格可言 以后除了学费 我不会再多给一分钱 两周后 朱老师接到省城私立学校的聘书 立马辞职 最后一刻 他快要飞于教育集团 财力雄厚 自己月薪两万 还没算租房补贴和年终奖 他冷哼道 我才懒得待在这种水浅王八多的小城市 胡晴看了我一眼 表情狡黠 我低头看着他推来的纸条 飞于集团姓州 这不过是个甜蜜的陷阱 清明节 我妈带我回家 给他奶奶上坟 他爸爸因为酗酒 早已经死在了老奶奶前面 他那个豪赌的哥哥 至今下落不明 老奶奶坟前 没有别人来祭扫 野草疯涨 坟头被雨冲滩了 我妈扯下坟上拉拉杂杂的草藤 又用带来的铲子把坟头修整好 做完这些事 我们蹲下来烧纸 烧过纸 又跪下来磕头 清烟鸟鸟上升 那股暖暖的气味 莫名地让人觉得安心 也许老奶奶正在辽阔的青天之上 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像她生前一般慈爱 我们在路上遇见吴大娘 她头发雪白 脸颊瘦缩 我差点没认出来 吴大娘牵过我的手 长这么大了 还记得我吗 我老咯 不成样子咯 我喊了声吴奶奶 她笑着说 哎 好孩子 吴奶奶擦着眼睛转向我妈 蓝香 你这是大功德呀 老天爷不会亏待你的 她又低声道 蓝香 回去看看你妈吧 庄上的人都去你家看过了 左右就是这几天 我妈的妈快要死了 她独自躺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 村医来给她挂了点滴 是营养液 因为她已经没办法进食 我在门口站了片刻 便拾去地走出去 留下他们单独说话 墙根握着一只老猫 露出半拉肚皮 晒着太阳 我蹲下挠她下巴 房间里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飘出来 这孩子家里人找过来了 我求他们看在你的份上 放过你哥 你要记得我的话 跟他们谈条件 不能这么些年白养了她 你为了她婚都没结 多要点是应该的 不然她亲生父母那么有钱 一旦认回去 哪里还会孝顺你 我妈只说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别管了 她妈忽然一口弹堵住 呼吃了好久 才把气吕顺 你不要怨恨娘 娘是让你爹打怕了 我十月怀胎生下你 怎么会不心疼你呢 你看 这是你托人寄回来的钱 娘都收着呢 这药水我明天起 就不挂了 早点走 不耽误你们过年 只求你每年记得 给我烧点纸 我妈出来时 我慌张地离开了墙根 她神情恍惚 对我说 咱们回去吧 返校后 徐老师成了新的班主任 班里的气氛好多了 这天 我正上着课 徐老师向英语老师 打了个招呼 喊我出去 走廊上 她轻声地说 文琪 你妈妈晕倒了 被邻居送到医院 你别慌 我带你去看她 那是个阴天 医院里 消毒水 气味刺鼻 我妈躺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 发丝凌乱 这些年 她给了我一个家 虽然小 却可以躺在床上 安心地睡到天亮 可是对她而言 我是不小的负担 她才四十多 已经长白头发了 我发觉自己在哭 赶紧用袖子抹掉 她醒了 我刚喊一声妈 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下来 她的声音很温柔 傻孩子 妈这不是好好的吗 又躺了一小会儿 她便起身说要出院 晕一下没什么 你小婷姐太容易紧张了 其实我一直有点滴血糖 我不肯 凶巴巴地按住她 不行 你要是不做个彻底的检查 我就不回去上学 我妈争不过我 只好配合 嘴里犹在嘀咕 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 检查结果出来 是肺癌 早期的 医生说做手术 有很大的机会痊愈 我妈一听说是肺癌 坚决要走 她说 我一没存款 二没医保 不治 没钱治 我拉不住她 情急之下 大声道 如果你是担心我 我可以去找亲生父母 他们会供我上学 我妈愣住了 我一下子很慌 妈 我不是要离开你 只是想要你好好的 不要为了我不肯治病 我妈长叹了口气 在病床上坐了下来 她神情渐渐地放松 缓缓地告诉我 有天 一个神情古怪的男人 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我和亲生父亲再次见面 是在学校一个空会议室 徐老师说他去倒水 便走了出去 隔着桌子 我喊了一声 爸爸 他挣了片刻 猛地站起来 却碰翻了椅子 他对我笑了一下 似乎想走过来 却又停住了 他说 孩子 这些年 你还好吗 我说挺好的 但沉寂已久的童年记忆 全都回来了 小时候 村里人当着我的面说 我是被亲生父母丢掉的 要是没有老奶奶收留 就得去讨饭 要么给人当同养席 一点小错 就往死里打 打死了用破席子一卷 往坟地里一扔 好多年 我都活在被抛弃的恐惧里 我怨恨过亲生父母 恨他们把我弄丢了 但这一刻 我只觉得很心痛 周浩递纸巾给我 递到一半 自己也哭了 他说 孩子你放心 一切是有爸爸在 以后谁也不能欺负你了 他天天傍晚 接我去医院看我妈 他的手术 已经排上日程 周末 我爸带我回家 把厚厚的一本相簿搬出来 我这才知道 自己小时候 竟然有这么多的照片 小娃娃无忧无虑地笑着 闹着 照片背后 父母用蓝墨水写了许多话 今天西西学会了翻身 西西模仿小玩偶嘟嘴 南瓜糊糊 西西很爱吃 玉米糊糊 西西不喜欢 我爸说 这飞舞的大字 是你妈妈写的 我的字比较小一点 我妈长着娃娃脸 没想到写起字来 却那么霸气 我长得实在像亲生母亲 怪不得刘慧慧那么针对我 我翻开妈妈书房里的书 看到她写的吐槽 犀利又风趣 靠着这些书 我隔着时空 和妈妈的灵魂交流 她葬在风景很好的地方 离学校不远 晴天 雨天 我常常去看她 给她带花 跟她讲读后感 后来 刘慧慧的妈提着礼物 上门拜访 身材高大的徐管家 牢牢地把住了大门 她转告我爸的口信 你们母子打着我的名义 仗势欺人 甚至欺负到 我亲生女儿的头上 还有什么脸面再来打扰 对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胡晴知道以后 特别开心 太解气了 虽然我妈一直瞒着我 我还是有点介意 但是 你找到亲生父母 我太高兴了 我妈胆子很小 做手术的前一晚 害怕得睡不着 之前她总是催着我回学校 这晚却允许我留下来陪她 我用热毛巾替她擦擦手心 心里忽然有个好主意 我说 妈 给你讲个故事吧 就讲你奶奶从前哄你睡觉时 常讲的小猫小狗的故事 我妈笑了 你能记得吗 我都记不清了 我说 当然记得 我学着老奶奶的口气 用方言讲起了故事 从前有个人打鱼为生 养了一只猫一只狗 有天 打到一条金闪闪的鱼 鱼说 只要放了我 就给你一个宝贝 这人同意了 于是得到一个能变出金银财宝的小盒子 家里的日子变好了 邻居从墙缝里看见了 偷走盒子 连夜搬了家 失去宝盒 日子比从前还要难过 猫对狗说 狗哥狗哥 家里养不起我们了 我们走吧 一猫一狗 夜里赶路 白天狗躲在草丛里 猫出去要点吃的 回来跟狗一起吃 有一天走到邻居的新家 猫跳到桌子上 把小盒子叼走了 猫和狗欢欢喜喜地回家 故事还没讲完 我妈已经睡着了 脸上还带着孩子般的微笑 第二天 手术很成功 她很快就痊愈了 以后去医院定期复查就行 后来 我依旧住在宿舍 常常和胡琴分享耳机 一起听歌 假期 我花一半的时间陪我爸 一半的时间陪我妈 主打就是一碗水端平 高二上学期 刘慧慧的妈被警察抓了 听说她卷进了人口拐卖的案件 刘慧慧很快地赚了学 后来 我们曾在街上看见她 她穿着短裤拖鞋 和朋友聊着天 聊得很开心 手舞足蹈的 看上去没什么心事 不再像之前那么拧巴暴躁 胡琴问我 你说她妈妈被抓 对她来说是好事 还是坏事 我陷入沉思 高考前 我妈比我紧张 她买了一大捆大葱回来 说是要冲 此地方言向来平翘不分 她又请小婷姐郑重地 送一个本子上门 算是取一本的彩头 李叔听说了 也兴冲冲地捧着本子来了 我妈吓得后退 你拿回去拿回去 小婷姐笑弯了腰 一加一等于二可还行 老李 你尽帮到忙 烤前动员会发了蛋糕 粽子 巧克力 我妈不容商量地说 都得吃完 十心糯米粽子里 只放了几点红豆 噎得我直翻白眼 烤完最后一场 我知道自己烤得很好 那是把枝头的红苹果 牢牢地握在手心的感觉 据说每年高考的最后一天 都下雨 这一年也不例外 细雨打湿校园 绿草青青 杜鹃花开得正好 我心情愉快地转着伞 往校门口走 我知道 世界上两个爱我的人 都在门口等着我 翻外篇 孙兰湘的字数 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 上头有个哥哥 妈一怀上我 爸就跟大伯说好 把第二个儿子过继给他 我一出生 是个女孩 大伯哼了一声 抬脚就走 他从堂兄家过继了一个儿子 带着他回了上海 过节 堂叔上门炫耀 说他的儿子 在城里过得多么光彩 以后一定能出人头地 他是亲生老子 还怕将来想不到 小儿子的福吗 我爸喝了一肚子酒 抓起我就往河边拖 小丫头骗子 白糟蹋粮食 我妈抱着哥哥 一声不吭 是奶奶拽住我两只脚 你敢扔这孩子 我也跟着跳下去 无神也骂他不要脸 亲妈的话都不听 我爸往地下一坐 酒盖着脸 呜呜直哭 委屈死了 奶奶拍打着我身上的灰 冷冷地摆它 没出息的东西 那天以后 奶奶和爸爸分了家 他带着我住在老房子里 从此我爸访我像房贼一样 他在田里割稻子 看见我往新房子走 提着镰刀往回跑 不准弄东西给他吃 我妈一听 赶快把糖赛回罐子 他像赶鸭子一样 对我摆手 拦香 回去 找你奶奶去 哥哥过来抓一把糖 全赛进嘴里 眼睛都笑眯了 我飞跑回家 把通红的脸 埋在奶奶围裙里哭 奶奶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不哭不哭 什么好东西 咱们不稀罕 你看 这是什么 他笑盈盈地举着一根芝麻棒糖 我把糖含在嘴里 又甜又香 奶奶告诉我 他在张木箱子里藏了一只羊铁罐 什么时候 想吃了 自己踩着凳子 想拿多少拿多少 在奶奶的教导下 我很珍惜食物 一根芝麻棒糖 能细细地吃一天 养铁罐就像白宝箱 总也不会空 三年级时 我爸不肯给学费了 那时候还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上学是比不小的开销 奶奶急得嘴角起了一圈炮 找我爸吵架 气得晕倒 我说奶奶 我真不想念了 上课就像听天书 受罪呢 奶奶叹了口气 蓝香 真不念了 没文化要受委屈啊 我扑到她怀里撒娇 奶奶 我宁愿种地 种菜 我会很勤快的 辍学以后 我跟着奶奶种地 学针线活 里里外外 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 日子平静而快乐 17岁这年 我爸逼着我嫁人 他一听别人说 能给三万彩礼 当场就收了钱 问都没问南方 是什么情况 实际上 南方是个瞎子 靠算命存的钱 年纪比我爸还大 我不肯 跟他大吵 逼他把彩礼钱吐出来 他用麻绳 捆住我的手 用爷爷留下的马鞭 把我抽得遍体鳞伤 我昏昏沉沉地睡在床上 他吩咐奶奶 把我打扮打扮 明天南方就来台人了 夜深了 我退了烧 嘴里干得冒火 奶奶给我灌下一碗糖水 掺着我从码头下了小船 月光下 花白头发的奶奶 埋头滑桨 连汗都顾不上岔 花花的水声中 我的眼泪掉下来了 天亮时 我们到了镇上 奶奶送我到长途汽车站 给我一个地址 叫我去投奔救爷爷 我拉着他枯瘦的手 哭着不肯走 他却比我坚强 冷静到 孩子 别哭 你的路还很长 在舅爷爷家 做了两年小保姆 老人走了 我跟着人去上海打工 除夕 我太想奶奶了 临时决定回家 搭别人拖拉机到路口 天都黑透了 乌漆麻黑 一颗星星都没有 到家还有二里路 还要路过一片坟地 我走得心里直发慌 每一脚都像要掉到坑里 没想到 奶奶提着那盏老油灯 在路口等我 老太太腰更弯了 伸着脖子朝我看 是我家兰箱吗 我的眼泪淌出来了 没人给她烧信 奶奶不知在寒风中 站了几夜 她用围巾裹住我的头 摸着我的手说 孩子 你受苦了 在昏黄的油灯下 吃着奶奶做的汤圆 像做梦一样 第二天 清晨我就走了 那几年 我拼命地攒钱 想着把奶奶 接出来一起生活 过年过节 厂里加班三倍工资 我舍不得回去 总是托老乡 给奶奶带东西 奶奶也叫我别回去 她说 我哥赌得很凶 还跟着人 干起了人口拐卖的勾当 那些人 只要有钱给他们 亲女儿和老婆 都能拐去卖 何况是妹妹 后来 哥哥上了警察的通缉名单 酒鬼老爹 一路喝上了西天 我攒下一笔钱 在香樟树街上 租了一个门面 等我把奶奶接出来 开个菜馆 老太太 就专在门口收钱 可是 奶奶说走就走 唯一的安慰是 她是睡过去的 葬礼上 我看见一个小女孩 吴大娘说 她是奶奶养大的 怯生生的小女孩 穿着奶奶 亲手内的布鞋 穿着我的旧挂子 衣服都是旧的 可是清清爽爽 两只小辫子 编成麻花 用红头绳扎着 我心里酿酸的度议 和奶奶一起生活 是多么幸福 吴大娘说 这孩子将会无家可归 在农村 一个无家可归的漂亮小女孩 会被豺狼吃得 连骨头扎都不剩 这小女孩 是我奶奶亲手养得这么大 我下意识地伸出手 这个孩子 我带走了 她像只乖巧小猫 把小小的手放进我掌心 我带着她坐车离开 天色晚了 车窗外起了白雾 奶奶一去世 三合村再也不算家 我觉得自己老了 才27岁 就孤孤单单 无亲无靠 孩子睡熟了 绵长的呼吸 落在我的脖子旁 痒缩缩的 真好玩 第一次见面 她就放心地 在我怀里睡着 我搂紧她 心里不再觉得空空荡荡 我给孩子起名叫文琪 报纸上看来的 一个女博士的名字 孩子不难带 懂事地让人心疼 不要吃 不要穿 闲下来就帮我擦桌子 扫地 期末考了第一名 带她上街 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妾生生地指着牢里的书摊 说 妈妈 能给我买本书吗 哎 她那眼神 让人心里直发酸 这么聪明的孩子跟着我 真是委屈 老天爷 但愿我没耽误她 文琪上高中那个暑假 个子猛地窜了一截 她开了学 我在家得空 就给她只新毛衣 有个穿得很体面的男人 在门前停了车 她抬头看看招牌 又看看我 对我说 大姐 来碗阳春面 端面过去时 我发现 这男人脸色很憔悴 不是饭点 店里没别人 我继续织毛衣 男人开口问 大姐 你这是给女儿织毛衣 我刚好打完一圈 抽了针 在头上擦擦 便随口问 你家是男孩女孩 她说 也是个女孩 吃完面 她付了钱 走了 隔壁的小婷 蹦过来 喂 蓝香姐 刚刚这男人 看着很有钱哦 我笑道 管她有钱没钱 阳春面 一块也不多赚 小婷低头在手机上滑拉 忽然道 乖乖 蓝香姐 不是说着玩的 真有钱哦 你看 这人姓周 咱们是的首富 我说 怎么这么眼熟呢 昨天刚刷到新闻 上头说 她帮忙找回来一个被拐的孩子 网友讲她的娃 就是让人拐了 真可怜 赚在多钱有什么用 娃不在身边 怎么睡得着觉 吃得下饭呢 怪不得那么瘦 蓝香姐 你怎么不讲话 我手中掉了一针 一阵烦躁 从没觉得 小婷声音这么大 这么吵 有一对夫妻抱着孩子 来买奶粉 小婷回去了 我心里 却是七上八下 一整天都没安生 文琦放假回家 我不知怎么的 酸溜溜地问了她那个问题 要是你的亲生 爸爸找来了 你跟不跟她走 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觉怎么也睡不够 迷迷糊糊的 还说 去她的 我要跟着你 我咳血了 恐怕是治不好的病 一没医保 二没存款 我不打算去医院白花钱 上了高中 文琦照样考年级前几名 笑嘻嘻地跟我说 功课没那么难 不要给她买什么保健品 我本想供她上大学 但我做不到了 男人又来了 要一碗杨春面 拐弯抹角地又来问我的女儿 我盯着她的脸 直接问 你是来我家找孩子的 她惊慌地像要逃走的兔子 这么有钱的一个人 遇上女儿的事情 紧张成这样 可见对孩子感情深 那我就放心了 我把孩子的头发拿出来 对她说 你去验吧 如果真是你的孩子 我会好好地跟她说的 她想给我钱 我没要 一个月后 她又来了 这次 她想变了一个人 很精神 脸上的笑 怎么按都按不下去 文琦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比我有钱 比我体面 这是好事 我为什么还哭呢 真是太傻了 人生的柳暗花明 有时是意想不到的 文琦认回了亲生父亲 周先生 拿钱帮我做了手术 肺癌早期 手术很成功 一年交几百块的农村医保 报销了不少钱 余下的那些 慢慢地攒攒 过几年也就能还给人家了 小婷笑我 蓝香姐 你就是太清高 换个人 替她抚养这么多年孩子 她又这样有钱 给你几十百万 还不是应该的 你还想着还钱 周家难道还缺你这几万块 她嘴上不饶人 手上却放下一碗鸡汤 喝吧喝吧 早上刚杀的老母鸡 溅了我一裤脚的血 小婷来隔壁开母婴殿 也有好多年了 她从不说自己的过去 也不见亲人上门 也许和我是差不多的人 一下子多了个那么有钱的爸爸 文琦这孩子却还是原来那样子 老李似乎知道内情 她一向眼尖心鸣 这孩子不卑不亢 大气 文琦放了假 这边住住 那边住住 来回跑得开开心心 真好 一晃就到了高考 真吓人 学了那么多年 一场大考定终身 孩子还是笑嘻嘻的 好像不知道紧张 我却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小婷说临村有座庙很灵 我得去白白 多拜几路神仙 我们肯定不吃亏 我和哥哥的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监狱 他一审判了死刑 因为曾失守 喂太多安眠药 害死了一个男孩 这些年 他东躲西藏 瘦得像骷髅 我无法把他和记忆里 那个蛮横的胖子 联系起来 他喊了一声妹妹 如果不是家里人 都死光了 他也不会想起 还有个妹妹 说来真惨 他出生时 父母曾给整个庄子的人 散红鸡蛋 我爸特地给他 取大名孙福财 指望他有出息 到头来 养成一个死刑犯 一个嘴很硬的死刑犯 拒绝配合警察 提供被拐卖孩子的线索 我躺下两行青泪 像是对他很有感情 他似乎有些诧异 板硬的脸 松动了下 我柔声地劝道 哥 你何必跟警察怄气 不如把能交代的都交代了 兴许能判个缓刑 到头来 还能为父母坟上添一把土 他的眼睛眨了眨 我接着道 别的不说 奶奶对你不错吧 你小时候掉进河里 不是奶奶捞你上来的 十几年前 你丢给奶奶的那个女孩 到底是什么来头 咱奶奶又舍不得扔 辛辛苦苦地养她 累死了 他垂下眼睛 想了想 说 我记得那个孩子 真倒霉 自从拐了她 运气 就坏了 本来女孩不值钱 当时主要是机会好 有人答应 给我钱 还会帮我找时机 两头拿钱的买卖 谁能忍住不干 我将一张照片竖起来 是这个人吗 他立刻喊道 就是他 话成灰我都认识 说好的两万块 只给了三千定金 他骂骂咧咧 妈的 我就说三百眼的女人 不是好东西 不久后 于方琴 刘慧慧的妈 被警察逮捕 后来 我再也没见过我哥 文琦这孩子 真的很好玩 大学录取通知书到家 一条街的人都跑来看 他却不怎么激动 晚上 他悄悄地跟我说 考完就知道能考上 说完就躺到床上掰手指 嘀嘀咕咕 不知道再算啥 也不晓得他睡没睡着 第二天一大早 把他爸给的银行卡翻出来 揣进小胯包 兴冲冲地出了门 天黑才到家 一进家门就喝了半茶缸的凉开水 他爸安排的人一直护送到路口 这傻孩子明显地没发现 跑了一整天 回来两手空空 好衣服也没买 好吃的也没买 晚上呼噜噜地吃了一大碗面条 可见连饭都没顾上吃 我笑他呆瓜 他也不恼 过了两天 大卡车开到街上 老李和文奇帮着司机 一捆一捆地往下搬书 三个人搬得满头汗 水都顾不上喝 搬完了 老李提着一串红鞭炮 噼里啪啦的炸 街上的人都跑来看热闹 招牌挂起来了 小破书摊 一夜变成香樟树书店 一向抠嗦的老李 大气地在人群里 散起了小苏烟 他夸道 我这里跟新华书店里的书 是一模一样的 好东西 有人笑 得了吧 谁不知道 您老人家专门卖盗版书 卖得便宜 我们也没嫌弃您 老李瞪大了眼睛 不信 不信你们跟新华书店 比着看看 假意乏食 童走无期 有人问 老李 你别吹牛 哪里来的钱 老李翘起大拇指 我背后的大股东 说出来 那要吓你们一跳的 我的大股东 可是名牌大学生 文琦在旁边 笑咪咪地喝汽水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他是跑到书城去进货了 八月底 送文琦去北京上大学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钢铁造的东西 竟然能飞上天 我紧张得手心直出汗 我说 这不会掉下来吧 文琦说 妈妈 你晓得一天多少架飞机 在咱们头顶上飞吗 她帮我扣好安全带 飞机往前冲 冲着冲着就抬了头 从厚厚的云里直钻上去 很快 头顶的云已经在脚下 那大朵大朵的云 怎么看也看不够 那么白 那么亮 那么干净 也许奶奶就住在漂亮的云朵里 我把文琦搂进怀里 心里说 奶奶 谢谢你